今天我们来挑战一天看8家缝车工厂 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午的第一家 也就是今天的第五家工厂 这个工厂据说全国销量第二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猜出来 我现在在他们家的大通底盘的 新捷H皮卡里面 空间确实很大 而且整体的做工还是比较精细的 内部还有这种豪华居家的感觉 整款车给你们感受一下 后方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 额头床 我觉得这个空间睡两大一小都没有问题 而且前方还带有这种观景的外窗 看起来就非常有这种科幻的感觉 而且如果说这个景色比较好的话 可以直接躺着欣赏在外面的美景 车辆总共何载6个人 它是一个单排皮卡 除了驾驶座人以外 像后方的对卡座空间也比较合适 我这种身材的话 做4个人没有问题 上方的这个橱柜也是可以 抬手就可以打开的 这样放一个行李的话 可以直接就能拿取 像我对面像电视 然后车里的行车空调等等 全都是有配备的 整款车除了前方的位置 是我们功能区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方 后方就是我们的厨房空间了 厨房带有这种 一个比较宽大的洗手盆 这个洗手盆位置平常洗脸刷牙 梳口都行 旁边还带有电磁炉 可以在这简单的炒菜做饭 微波炉是采用这种镶嵌形式的 这样是行车过程中 我觉得避免产生一些异想或者颠簸 我身后整面的都是什么 你们出门最喜欢带的东西 就是行李非常的多 我身后整面的都是这个橱柜 打开给你们看看 上层可以放一些衣服鞋吧之类的 没有鞋就是放一些衣服 那下方的超级大放行李箱都没问题 再带你们看一下卫生间 那整个的卫生间里呢 它这个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 那像卫生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上厕所的话 腿部空间也挺合适的 这个洗脸盆的话呢 坐在马桶上就可以直接洗手了 那下方还带有一台洗衣机 那内部功能可以说也非常齐全的 而且对于一款皮卡房车来说呢 这个空间不算小了 那外观看起来呢 科技感也是比较足的啊 基于大通清洁一式的底盘打造 它是一个2.0T双增压 然后带有500牛米的扭矩动力 那还是非常强劲的 那虽然是一款皮卡的 但是因为它是皮卡房车啊 所以说它没有报复年限 同时呢 结架是高速典免费的 Cyber呢就能这参驾驶 那整款车价格呢 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优惠啊 是35万8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现在我给你们揭晓到底在哪里 来上门口看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呢 其实就是位于湖北隋州的 威尔特分的工厂啊 它内部的厂房呢 整体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现在的车型呢 也非常全 像B型啊 重卡啊 C型啊等等啊 全都有 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期的内容怎么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该考察第六家工厂了 让我们走吧